号称三岁以上就能够参加的城市路跑 即将在五月份展开 台东市公共所首次办理了大型路跑活动 定名为美丽新台东 同时结合了客家文化的特色 希望民众全家大小一起走出来 慢跑走路 开心的来流汗 5月27日美丽新台东路跑活动 阳宝驻鸡全部都已经被早鸟流会抢购了 让我们站在台东海冰公园 太阳蓝蓝升息的地方 我们至少知道现在已经有五百人以上 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喜爱运动的跑者 可以来到台东 一向成功路跑 用双脚生死感受台东这块美丽的土地风光 欢迎各位乡亲一起参与健康热火的体验 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报名的人数 修计银感给增加一下是将近到两千人 对 我们三千破五百 一同欢笑 分享快乐 KEEP GOING 台东施工所和台湾全民运动协会 攜手打造第一届的美丽新台东城市路跑 号称三岁到九十三岁都能参加 4.5公里的赛程真的不用比快 全家大小出门走走才是重点 台东是一些太平洋低道曙光的城市 这里充满着热情与欢笑 我们台东这里是一个好上好雪的地方 我们有着好人情 我们一个多元文化一个综合一个美丽城市 我们有炮炸寒丹野的严肖的生涵 多元族行的马卡巴海的活动 孤红一半 做会来运动 让我们路口的跑舍在运动休息之宜 可以一边来观赏 一起享受我们客家文化的美 一起平时我们客家美食 他的精彩的 非常精湛的手艺 距离5月27号的起跑还有两个多月 但是报名时间到4月14号就截止了 主办单位大手笔送好礼 报名就送排汉衫和专业跑鞋 越早报名还有腰包和三色的运动袜 彤彤送最方便的有氧运动最轻松的心情 系工所希望全民享受阳光下的汗水和律动 记得赖永诚谈同事报道